女人被固定在操作台上 护士在她太阳穴抹上了眼水 医生过来让她咬住一卷纱布 避免咬伤舌头 熟悉杨勇信的都能看出来 这是要进行电击疗法 女人名叫小雪 几天前 她因为放火点燃了一个房子 被路过的巡警看到 他们上前抓住了小雪 小雪疯狂地反抗 两位巡警费了好大劲 才将她塞到了车上 但小雪并没有被拉到警局 而是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她的行为让警方认为 她有狂躁型精神病 正经济药效还没退的小雪 在病房中昏睡 身上的毯子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拉到了地上 然后又拉到了床下 后半夜小雪被冻醒 发现床上没有了毯子 疑惑的小雪私下查看 最后在床底找到了毯子 她把毯子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东西 拿起来看 似乎是一个断掉的手链 小雪感觉有点诡异 但药效还在 慢慢地她又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 杨教授查房 把她喊了起来 小雪问昨晚谁来过 把她的毯子拽掉了 护士却说绝对不可能 病房门整夜都是锁死的 杨教授把小雪叫到办公室 准备进行精神评估 但小雪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警方在她手上拍到的神秘号码 她没有印象 连她为什么放火烧那座房子 也完全记不起来 评估只能暂时终止 回去后 小雪准备洗澡放松下 吓坏的小雪一直说自己看到了可怕的东西 但护士根本不相信 并给小雪又打了一针镇定 接着小雪就被推到了13号室 杨教授给她进行了电击治疗 想让她的脑子恢复正常 被电击后的小雪昏睡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 小雪都表现得温顺听话 积极地参加杨教授的座谈 其他的病友更是都不敢正眼看杨教授 想必他们一样都被治疗过 这天 并有眼镜妹开心地宣布 自己快要出院了 杨教授再给她做最后一次评估就结束了 小雪赶紧问 怎么装才能过关 眼镜妹很认真的说 自己是真的痊愈而没有装 办公室里 杨教授准备对眼镜妹进行评估 她打开一个节拍器开始了催眠 在杨教授精湛的记忆下 眼镜妹很快进入了催眠状态 杨教授顺利进行了评估 结束后 杨教授让助手唤醒眼镜妹 助手打开办公室 却发现座椅上是空的 杨教授闻声走过来 发现眼镜妹真的不见了 她吩咐助手马上去找 另一边 被催眠的眼镜妹缓缓地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个轮椅上 感谢震